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家庭联络簿了 来看一下我们小朋友家庭联络簿上面会 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你们来解决的 好,有看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假日在家陪我 你知道为什么小孩需要假日在家陪我 有没有人可以以小孩的心声来解读一下 因为父母亲都要上班,要同样工作 尤其是很多那种弱势家庭 可能只有父亲或是母亲的一种单亲的状况 甚至搞不好父亲都不在 只剩下阿嬷 阿嬷又没有学久就有成法表很辛苦啊 对 好,那还有呢 还有,晚上陪我写功课 这个余涵很有心得 对,因为有时候确实我们 就是可能小时候可能一些知识不是很懂 就是很需要别人帮忙 就是如果有父母或是一些比较有学士的人的话 其实可以帮忙到写功课 其实很多现在小朋友都可以用手机或是用电脑去查资料 所以你遇到不会的题目其实网路上都有解答 但是问题很多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家里连电脑都没有 不要说没有电脑 其实连手机也没有 对手机也没有或者是一个写功课的环境 我们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书桌 他们要在半桌写功课,写完之后还要吃饭 然后还固定有饭可以吃 然后再公开还是要写 然后遇到问题又不知道有谁可以问这样子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那种遇到这一题不会 然后就停在那边不会动 然后偏要想到他解答之后才可以继续的 有,就是有时候一题想快一小时还没想出来 然后怎么办怎么办明天怎么交通 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家里搞不好没有电话 现在谁家还有电话的 家用室内电话 家用,我有 刚好都有 我以为现在大家都用了手机 就不会用电话 常用啦 对嘛 以前会打电话去问同学功课嘛 对不对 或者是约同学出去玩 我觉得现在应该也没有人记得同学家电话 对 好,那我们看看第三个小孩的愿望会是什么 带我出去买文具 为什么要带我出去买文具 有谁可以解答一下 因为小孩本身没有钱 然后文具可能快用完啦 对 要需要别的,别的需要 要买 哇,你们以前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种 到了学校铅笔盒 然后按下去有很多种功能 还会弹起来的啊 打开来还有好几层那种经历嘛 对不对 如果你带一个很脏的铁盒 然后上面都生锈了 然后铁都掉了 应该小朋友不会想跟你玩这样子吗 会觉得他自己的怎么是这样 然后别人的很好 对不对 所以希望可以有买新文具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看底下 明日准备事项有什么 缴餐费 缴餐费,对 现在学校都要吃那个营养午餐 所以要缴餐费 有没有那个以前上学的时候 然后今天要缴不管什么钱 结果忘记带 有 那个时候是不是很糗 心情怎么样 就觉得要被老师骂啦 怎么办 然后结果我没叫啊 然后什么什么 就怎么大家都有带 对 就会差你一个 就会很希望说 会有别人一起没有带的 对不对 没带好太好 希望大家一起忘记 对,或者说有人多带的 然后可以借我这样子嘛 对 所以现在小朋友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再来还有什么 缴班费 一样 同样遇到钱都是伤脑筋的事情 那再来第三样是 复习功课 复习功课 然后又家里又没有人陪 又需要 又要复习 可是都不会 这样子也是很久 就看大家一起考的差一点 这样子好了 好,那所以针对小朋友这三样的 这几件事情 请让